我看到有很多就是那种说自己哪里哪里不如意 然后总是要带上一个自己曾经当过那个人民子弟 你懂我的意思吧 有点那个 对确实 就是这种的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按照林的那个话说 就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当这个不是什么驴马烂子都能说自己是人民子弟的 然后呢 首先就是第一点 然后就是说曾经有过有过一段时间 就是说确实是当时有很多就是说可能是家里啊 管不住了或者怎么样的人 他们去不小心进入了这样一个光荣的组织 但是没有把他们改造好 可能是对吧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退出了 但是我是觉得一个是这个形象 不能够因为他们那样的驴马烂子玷污了 因为我自己是从这个出来的 我也经历过这样一个那个啥 就是我第一个小小的埋怨吧 相当于是对他们这种人 这个事这个事没法摊开细数 这个事我个人总结啊 就是一般发生这种这种有这种想法转变的 有这种就是进去了以后跳黑的啊 有这种的我基本上我我感觉都是属于什么的 什么事都从个人身上出发 然后呢有遇到事了以后就从上面往下扣 从从咱家大人身上往下扣 就我遇到不公平了 完了呢就是大人的事 我占到便宜了 我就是社会成功人士 这是属于也不是这一部分人 这其实社会上有好大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但便宜了从来不知声 吃点亏了 稍微有点说没拍到你了 哎他就难受了 就是根本理解不了不 阳光不可能普照的 他肯定是有他肯定是有阴暗面的理解不了 他只要是运动的早晚有一天能照着你 他等不了反正照着别人没照我就不行 别人别人晒太阳了 我没晒来就不行了 你明白吧 这种没办法跟他们讲道理 讲不了道理 嗯 但是还有还有一个观点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呃其实这一点上可能我跟您啊 就是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分歧 你看 我听听你说说 呃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呃 就是我本身啊对吧 我是一开始是在bbbb等平台看到您的 然后后来呢 我就看了看完这个录播之后 我觉得也想看看直播的这个 所以我就来到这个平台了 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很多您的视频的留言的那个粉丝也好 或者是一些批评性的或者一些1450的一些留言也好 但是我都发现一个点啊 就是呃我始终觉得呢 就是说我们不谈就是家里和家外 不同的班之间的问题 我们就谈班里面一个上中下 就是这个上下 这个学习水平不同的这个学生之间存在的一个问题 我想谈一谈这个啊 你说啥呢 就是呃观点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我发现就是下面的呢 就是不管是那些驴满烂得好 还是说就是因为一些原因 就是确确实实暂时落在下面的人 他可能对中层有一些仇视 他对于上面的呢 又有一些谄媚 这是我个人很讨厌的一点 就是我自己的话就是属于就是呃 家里就是属于中间吧 中等 嗯 也不偏下 也不偏上 就是我一直想解释的一点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只有那些呃 本身最差的那些人 可能是他们会一直就是相信阴谋论 或者是相信就是说 什么东西啊都要靠关系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嗯 这个就反正还是那句话 荣誉一刚的打翻一船人 但是普遍来讲 你只能这么 我告诉你 你只能这种话以后 你记住说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种话只能反着说 不是说让你说的好 而是什么呢 出现这种认知有问题的 一般都是底层 你不能说底层都出身有问题 我告诉你 这个社会上肯定还是所谓的底层人多 还是属于不是特别富的人多 嗯 对吧 往往出问题的就是 就是在在在这个认知上面出问题的 有好多都是底层 为啥 就是因为穷他才有功 才有功夫去想这个东西 他才有功夫去看人家 他才有功夫去算 有钱人都研究怎么能把自己买卖做大 他也不他也不怎么想 但是也还是那句话 也不是所有有钱都好人 我在里面我也我也见过不少 就是我这个支部间也见过不少 有钱的啊 有点能耐的 也上来整的出的 还是那句话 你说的你说对一点 因为永远都比他们高级的嘛 永远都有比他们层次更高的人 对于那种人 他们对于那种人永远都是惨媚的 对于下面的永远都是都是在找存在感的 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你话你别说太绝对 还是好你要相信好人多 你首先默认系统默认 你要默认为任何人都是好人 然后呢 他发现他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说他不好 这个是我们真正应该有的一个形态 而不是默认所有人都是不好坏人 然后他有好的地方 回头我再令给他另当别论 你要默认都是好人才行 是 那应该其实我就是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想法是啥呢 就是我这个生活到这个阶段 然后同时我本身也经受了就是高等教育 我不是什么好学校 但是也就是一个普通一本吧 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自己的想法和一些折思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是越来越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作为一个就是中等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家庭 和一个自己的一个中等水平的这样一个个人 对吧 其实我是很恐惧的某一些方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内其实还好啊 不能说国内就是班里还好 但是别的班我们会发现从法律上也好 就是从他的班规上来说 咱们聊神了 聊神了 就是不能这么聊了 就是咱们咱们把时间扔给那个 充满了睿智 充满了言语当中充满了睿智 然后对国外充满渴望的吧 你整折思这一块我确实我说实话我没有发言权 我都不懂 你有点高估我了 也是麻烦您了 您给我的您给我的很多那个帮助啊 还有您的这个想法 我给了我解答了很多问题吧 谢谢您 好嘞好嘞好嘞 您给我记得吧行吗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下 好 那刚才有问那个大会员什么待遇的 大会员能发表情报 比如打算你能发表情报 你自己开通会员了 自己记着那个申请一下那个就是高端群 高端群有高端群 来吧